到處 各位觀眾 歡迎收看時事大報解 臨近9月 所謂的美元減息消息沉騷塵尚 究竟是真的 或者是假的 還是不用真、不用假 說了已經有作用呢 對利率的走勢 和我們現在香港的營商環境 有什麼影響呢 請嘉賓和我們談談 今天我們嘉賓 香港城市大學合作教授 陳鳳祥教授 陳教授 剛才我提到 不用理會是真還是假 其實影響已經產生了 現在很多人都在觀望 到今天為止 美國官方的口吻 都在印象中 都是九月份假釋 但是看歷史 當年美國加息 講了一年 加息那天 沒什麼影響 因為大家都消化了 這次會不會都是類似這樣 這次也看回美國 從高峰的息率 高峰下降 所謂下降有兩種 一個是市場利率 一個是官方利率 現在所討論的字眼 就是等於官方利率 目標聯邦基金利率 這個利率 我們一般如果用回內地近日 或者近年所說 這叫做引導性 即是官方移動 市場移動 所有銀行跟著移動 所以鮑威爾聯儲局 以及聯儲局 其他的銀行行長 都開始說 等於這個氣氛已經大動 為什麼會有大動呢 不過留意 其實今年已經說了很多次 一年有八次的 叫FOMC 公開市場委員會的 討論利率政策 而八次裡面 現在剩下三次 這代表了前面的五次 期望都很高 但是沒有行動 沒有結果 這次也說了 但要留意 他所說的一些根據 你說升 我說跌 為什麼呢 他引述了一些背景 原來我們的目標 加息與減息是看通脹的 通脹已經刺氧了 這個爭議性 還未跟大家分享 什麼叫做刺氧 什麼叫刺氧 什麼叫超出預期 原來在西方社會 管理通脹是很嚴謹 也很緊張 因為通脹帶動到 物價是不停上升的 如果高速通脹 更慘 年紀大的 我媽媽的年代 看到日本侵略香港的時候 米是說今天就用一袋錢換一袋米 明天兩袋錢換一袋米 這是誇張的 通脹很高 錢變得不值錢 所以管理通脹是很重要 很多國家都出過 舊中國 舊中國 即是說 這麼大的金錢去買 不是一個麵包 一碗飯 明天還會再加 後日再加 其實今天也有 有些國家都會 非洲或者南美 回到我們這個角度 美國所謂控制通脹和期望 會是怎樣 他設定了一個標準 就是當通脹一直升 超過百分之二 他就要管理了 當然因為這兩年多的 俄污之間的爭亂 包括即時會制裁 導致供應鏈不足 供應沒有 物價便上升 所以超過了2% 連續說十幾個月加息 加到即時 等於控制到小通脹 不是回落 不過就是說引渡 或者叫理解的期望 都未跌破2% 跟他說的目標還未到 為何今天又會減息呢 這個巧妙、古惑或者奇怪的地方 就是這裏 很多人都說 其實 當上美國的立場 在他自私的立場來說 這個時候 除了你所說的 就是要管理通脹期望之外 通脹期望之外 他本身是沒有一個急迫的需求 去減息 是不是 都不是的 他脆到這一刻 由聯儲局局長出來說 最關鍵的字眼 搬龍門 2%通脹是一個龍門 未到的時候 你的龍門怎麼捨都不會捨得到 現在搬一搬龍門 2%搬到 超過2%都可以 那就搬龍門 為什麼親自由聯儲局局長 會說搬龍門 講一次 觀眾們 不是真的搬龍門 是將2%的通脹目標 由現在 變成超過2%都可以 背後有些動機 我看整體分析 就不是說了很多 甚至沒有人提及 留意一下時間表 跟大家分享一下 八個開會會議 剩下三個 剩下第一個是九月 第二個是屬於十一月 十一月 九月的時間和十一月之間的差異 剛剛是美國選舉 所以如果九月不去做這個減息行動 十一月出現了什麼現象呢 就在十一月的六日是第二次會議 但十一月五日是選舉 你選舉完減息 沒用了 所以現在變成外爾本龍門 告訴大家 我們會減息 我們會減息 刺激經濟 往往選舉都看到一個現象 就是會有一個減息 但是這個呢 稍後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央行沒有理由幫這個政府 央行和政府應該分開的 但是怎樣也好 這種猜疑就已經出現了 將三個時間重讀一次 今年跟著下的會議是屬於九月十七日 即是踏入九月就已經氣氛很濃烈了 下一個時間是十一月的五日 即是中間沒有了 那是什麼呢 是選舉日 六日是第二次 最後一次的議式會議 剛剛跟著第二日 大家可以想像到 如果今天還不說減息 什麼時候說呢 那怎樣幫這個政府進行選舉呢 那它一旦真的按照你這個評估 它沒有什麼其他選擇 即是只有這個是最合適的時間去做減息 即是對自己最有利的時間 那過完選舉之後 那個調整會是怎樣呢 是一個 如果你是為了要減息而減息 那你後面當然要做一些手腳 回到所謂正常 如果不是的話 這個形勢迫著你一定要持續減息 那就是牽涉到你減多少減幾快的問題 是嗎 沒錯 我想留意多一樣東西 就是你前面提到的 一期減息就是這種行動 但是還有一個方法 我出口術 在說 干預市場有幾個方法 真是你做行動 就是干預 第二個就是屬於港 港就令到市場帶動氣氛 因為市場利率都動了 我們看回美國的十年國父圈的利率 就是屬於市場利率 又或者他們說去銀行存款 都是市場利率 但是聯邦基金目標利率 就是屬於指導性引導性的 官方可以控制利率 所以你這個利率行動可以降 就是說十月之後 十月之後 十月之後 明年 但另外一樣 我講到天下無敵 那麼市場利率 十年的美國國父圈的利率 已經看到由高位回落了 這個已經受到影響 已經影響了 那麼不少 就用那個報道去說 我看一個目標叫做期貨利率 因為美國的利率有很多種的 就是香港大家會容易明白了 存款利率 貸款利率 或者叫做香港金融管理局 那個引導性的基準利率 都是一種不同的利率 所以說得多 市場已經順利了 其實香港的銀行 就是半年前 三個月前 那個所謂定存 現在已經慢慢靜悄悄 慢慢慢慢都已經在移動 都在預備著 其實已經發生效應 是不是 同意 因為港匯和美匯是掛勾的 所以兩者之間 不能相差太遠 如果當利率相差很遠 大家就可以將匯率固定7.8 加減500 就換了另一種貨幣收息 你來得到再高 那個買賣差價就已經不成問題 那就會產生資金 外流或者衝進來 導致到 如果當美息 自己的10年利率都下來了 美國的同業息率都下來了 國有息自然都會下來了 那就反映了 客觀看 美國的通脹是下了的 只不過農媒未到位 反過來說 當說到美元高息的時候 全世界都埋怨 就說 哇 你這麼高息 那就要我們幫你賣單 我們幫你結帳 就是很自私 現在我減息 是否大家股長覺得 你都看著我 不是 其實都看著自己 看自己 那個龍門 入不入波 就不是看你 是否這樣理解 同意的 高息是對一種貨幣有吸引力的 因為剛才所說 更算港息和美息的差異 都導致到 我資金轉向美元 其實我想 補充多一個小角度 我轉向不等於一定搬走 但怎樣都可以 針對搬走 美息越高 日元下跌 日元下跌 美元上升 就變成120 130 140 150 甚至到160 美元上升日元下跌 就因為美國持續出現 一種加息現象 我想 補充 其實金融政策 不是那麼簡單 講加息引導到資金流向 一個方向 是其中一種表達 但如果用一個相反方向 不是說對的 回應就是減息也是一樣 就是你加息加得越重 經濟就受損 受損之下 你的貨幣不吸引 所以加息可以是 匯率上升 加息也可以是匯率下跌 相對你想演繹哪一種 以及用什麼國家比較 當然美國和西方 無論歐洲歐元或者日本的日元 是盟友 都是兩個國家比較 經濟都不好 於是高息就有好處 沒錯 但如果當減息的話 又要看 究竟哪個國家受惠更多 因為純粹利率不吸引 但如果美國減息 帶來經濟優越的盟友 我們主要買賣的 叫做G7貨幣 日元、英鎊、歐元等等 導致未必一定上升 沒錯 聽你這麼說 真的很像上課一樣 挺好 先喝茶 回來繼續聽你上課 歡迎繼續收看《時事大報解》 我們今天是嘉賓 香港城市大學學助教授 陳豐祥教授 陳豐祥教授 繼續上課 那麽就 講起這個利率 好了 我們拉近些 例如對香港 對其他世界各地 就是離開了 離開了入美國的龍門之後 最簡單的理解 我們這些雷民 就會認為就是 減息 那就不放銀行 那就做別的投資 如果你加息 那就等在銀行那裡 錢就不動 最簡單 最通俗 是否這樣理解 基本是這樣 但我想再豐富一點 作為一種叫做 金融機構的監管單位 去減息 跟政府是無關的 最標準那種 我們一般定位 例如加拿大 美國都是屬於兩個分開 加減息是央行 政府是另一種 央行主要控制通脹 而政府主要講經濟增長 例如勞動 工作 所以這次的對話 出現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政府要選舉 政府要就業 是政府的事 你定了目標2% 就不應該這樣說 但鮑威爾 把焦點說 通脹做得到 放生活得到 不要管2% 即是可以 關鍵就是 整個社會工作 夠不夠勞工市場 好了 可不可以這樣說 一邊就是管借 我要印多少錢 那邊就是要面對人的問題 有沒有工資 有沒有飯開 物價等等 分了工的 以量的制衡 所以減息是否讓大家的錢 放在銀行存款 就回應你剛剛開始的問題 其實減息是帶動到 大家願意多些去消費 消費的價格也都推高 就算本來通宿變通帳 所以減息的效果是這麼出現的 不是純粹說 息高你一定傳到銀行 息低你取出來 就買股票 息低的時候你去消費 也是願意 至於你買股票 就有另一種效應 你有選擇的 你有選擇的 你買樓也可以的 沒錯 講於股票 就是香港現在 很擔心香港的經濟 其中一個 最容易拿來做標誌 就是股票市場 譬如你 今年我看回一個數字 就是上半年的IPO 就是新上市 都可以的 都有幾十個 就是接近一百個企業 都比疫情好幾年 那麼慘 但是你的市值低 你扶起一萬七萬八點 這樣理解 跟這個利率的變化 跟現在整個走勢 有沒有關係 都有關係 但是我想要留意 我們經常討論 叫做正經的 政治經濟 其實不可以分開 不要這麼天真 我說經濟不說政治 可以 所以如果你在經濟角度去看 究竟哪裏市值高 我同樣一間公司 在香港值10元 在美國 在英國值100元 我拿出來在哪裏 換到的錢更多 當然在那裏 經濟角度 在那裏 不過要保留一點點 在十年前 和十年後今天 甚至二十年前 和二十年後今天 IPO不一定要在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 你看看今天的排名表 就知道了 原來前面最多IPO的地方 可以是上海 可以是深圳 這邊是屬於國際金融中心 中國的國際金融中心 是香港 留意到 其實純粹說經濟 有些保留 因為你看看 究竟是屬於哪種性質 好了 正經分不開 就回到政治角度 如果美國這兩三年 對中國那種放肆的打壓 其實你會覺得安心 在那邊上市 可以說到很多合理的查障 甚至說你會不會影響 留意美國政府的處理 都很害怕 剛剛今天的主題說了 央行和政府分開 結果好像現在不是 央行配合政府 政府還可以說什麼 隨時可以又再搬龍門 搬龍門似乎是美國政府的強項 今天就說新能源汽車 要說發展很多很多 因為可以改變天氣 減低而發展 但明天可以搬龍門 中國是叫產能過剩 如此類推的例子個案 可以給多一個小時數不完 芯片可以是這樣的 新能源汽車可以是這樣的 會計帳可以是類似的 等等 所以如果你要去那裡上市 你的公司 什麼叫做違法合法 就出現問題 我舉個例子 我的袋裡面有些錢 一個是美元 那美元在香港 我和你之間給錢你 那誰可以管我們呢 那我就在香港的法例 我貪污給不給錢你 但美國說不是 因為你用得美元 它就有話語權 所以只要你是屬於美元的使用者 美國無論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管理同學 即是長臂管理 長臂管轄 那這種搬龍門呢 不定義任去做的 他今天說你這樣使用美元是可以 明天就說可能不行了 甚至現在這兩三人看到了 他說中國的地方有問題 不需要證明的 他就落刀了 但是西方社會一般是要說法治有證據才行 沒錯 那你去美國上市 究竟你考慮什麼問題呢 如果你真的看回我們知道 台灣地區有一間芯片公司 接著去美國建廠 開廠 說得很漂亮 給你錢投資 好像遲遲開不了工 開不了工 那為什麼呢 原來他叫你去就給你錢 資助贊助你 最後可以無料到的 類似這些背後 都是屬於政經之間的政治 多多少國內 他搬了去就幫了美國的形勢 他的資助就給了美國公司先 然後先到台灣地區 那究竟去美國 去英國 去西方 你有沒有擔心 他們會搬龍門呢 你的業務 會不會突然出一個 我叫新疆人權問題 沒有證據的 但已經可以玩了很多年 然後完全制裁下來了 你生產的東西 它說你用了新疆的勞動力 是控制不到的 你打官司又會很貴的 所以 我很同意剛才你說的 正經其實分不開 所謂正經分不開 我的理解 不是說你有沒有政治動機 譬如你剛才說這個杯10元 去到那邊100元 我將它移過去 我是沒有政治動機的 我是純粹看我的荷包的 不過 你這個舉動 沒有政治動機 但有政治效應 是吧 那政治效應呢 第三者 其他人 就會將它進入你的數 變成是你 你明知道這個移動是有政治效應的 那你也要計算數 那這件事又公不公道呢 我覺得又公道是 但不少商人都是屬於短線的 因為 舉個例子 剛才說我是一間叫台積電公司 我過去那邊做 那我即時效應是很明顯的 那兩三年 我又可以得到這個 美國政府的資助援助等等 其實那些都是補貼 但沒有想過背後 一路路跌加上去 甚至你的人員都不可以那邊來 或者你的銷售不可以去那邊 那這些後面的風險 你說政治考量也好 你沒有考量到到底 出事可能是自己 而更加注意一個因素 其實美國這兩三年的政府所做的行為 其實已經產生了很多負面作用 舉個例子 北京政府沒有叫大家 不要賣日本製的東西 美國製造的產品 但很明顯 我的手機最後選一選一選 都不會選那些非中國牌子的 那這種整個華人社會 十幾億人的消費市場 你不要忘記 美國所做的工作 美國政府所做的工作 已經產生了對品牌上的一種轉變 而這種情況 你看到未完 或者叫剛剛開始 假以時日 這種濃烈程度 再加強的時候 究竟 不僅是說十幾億人的華人社會 你說東南亞 說中東 其實這個情況 在非洲 慢慢都發生著 不要說全球化 自由貿易這件事 現在都是直觀龍門 看你怎麼說 我為什麼要說補貼呢 你說中國的電動車政府補貼 那你的晶片 你政府在研發階段 你投資 去投資人才 投資資金 投資技術 都是補貼 那些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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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 我想這個是去到另一個層面 其實所提到 我們開始的貿易層上用的代表字 是金融戰 然後商業貿易戰 以至不同的戰爭 其實關鍵 這個叫文宣戰 文宣說得很漂亮 就說美國是 你們不是 說美國政府做的事情 就是屬於有道德的 不過這種宣傳是成功的 我不要否認 在主流媒體 我們所說的是西方的 她的形象 是視乎怎樣演繹的 一個出來參加比賽的 叫做世界小姐好 她漂亮不漂亮呢 就通過你的表達 但如果你是屬於一些小報 就可以說 你多漂亮也好 我覺得這裡有瑕疵 那裡有瑕疵 用這個方法 西方媒體就主導了 究竟搬龍門是對還是不對 即是你奧運比賽都是這樣 你跑出過游出的世界紀錄 你說這是人類做不到的 即是你做得到 不可能的 我做到才能承認 都是這樣的道理 所以我想現在媒體上 所扮演的角色 是可以誤導了很多人 但這種誤導未必可以長遠 關鍵就是 你自己每年給3億美元 去這個媒體 要媒體講好自己 就講衰中國 但是這種假假下 就已經慢慢露出來了 中國的處理 就很相反的 就很君子 我想一去到的時候 就留意一下 兩個政府之間 這幾年的差異 其實不是太表面了 背後隱藏著那種 心態和心境 因為西方都是強調 以賺錢為主 所以幫人民是說的 結果整個街頭都是屬於問題 沒有屋住 甚至吸毒 槍械死了很多人 說了那麼多也看不到 但是中國政府 在多份報告都強調 以人民為主 所以我們看到 無窮之路 脫群現象 這種效應慢慢長遠 就看到不少的非洲國家 或者叫做新發展國家 都過來學中國 怎樣是一個政府 能夠幫到人民 但是這種影響 就已經更加去到根深蒂固 因為只要人民幸福 你的政權也相對可以穩定 因為一個家庭好 為什麼不擁護呢 受到槍械 受到吸毒 受到貧窮影響的西方社會 你的文宣做得多成功 慢慢始終都會破 多謝阿程教授和我們講解 試試打波解 下回分解 試試打波解 試試打波解